余潔行法相维史学 第七讲 今天我们接着讲第六意识 就是把第六意识再做一些解释 在成为思论中 所谓意识 意识是思量之意 识是了别之意 变现变相是变形心所的作用 第七识是思量能变 第六识是了别能变 诸识的见分和相分 就是诸识的变形心所变现的结果 旺心根据阿赖耶识的种子 一根缘起法成 由变形心所的处心所 作用心所 受心所和想心所 变现出相分 变现出意境 再通过失心所 审论和决定意境 进而引导 忘心 了别意境 产生意识 完成意识之后 随即以意识相应的别境心所 发生作用 由欲心所 圣解心所 对意境产生判断 比较认知作用 由念心所 定心所 会心所 形成记忆 不忘 知见 决定 安立明言等作用 这个第六识 即其心所 在八识当中 变现意境 和了别意境 认知意境的能力 最强 第六意识的作用最广泛 功能非常强大 负责指挥前五识的工作 意识在别境心所的配合下 对各种意境 做出有系统的组织 迅速整理 建立一个全面的 自定义的影像 然后生起三种不同的反应 即善的反应 恶的反应 和无际的反应 第六意识和相关的心所法 是我们人类心理活动的 综合中心 我们人类的思考 判断 记忆 知见 决定 以至于各种善法 烦恼 寻怒哀热等情绪 全是第六意识和别境心所 善心所 烦恼心所 等心所法 合作产生的 意识的作用呢 是了别意境 意识和思心所 别境心所 合作的综合作用 叫做分别 别境心所 包括这个欲心所 圣解心所 念心所 定心所 惠心所 那么呢 分别呢 有三种 第一种是自信分别 自信分别呢 是以寻心所 和思心所 为题的 任意运觉知 现在所缘之境 稍加推测 思考 而分别其自信 寻心所呢 就是寻思心所 是不定心所 那么寻就是寻求 它使心频繁的活动 在意识和语言的对象上 对事物粗略的思考 不做深入的推度 那么思心所呢 就是仔细观察 它也是使心频繁的活动 在意识和语言的对象上 对事物作为细微的思考 做深入的推度 寻心所和思心所的本质 是思心所和别境心所的作用 也就是说 寻心所和思心所 是这个思考的思 是思心所和别境心所 组合作用 综合作用 第二个是随念分别 由意念力 而追忆分别过去 所缘境 叫做随念分别 随念分别呢 这个念心所的作用 比较强大 第三个是季度分别 也叫推度分别 分别思维 为于所缘境 计量推度 季度分别呢 它这个就是 圣解心所的作用 很强大 意识的作用呢 广大甚深 第六意识 在了别境界时 伴随着染境的特点 染是烦恼心所 静是性的善心所 由此 睡起行为 造作种种株叶 有行为造作 熏息成叶种 然后由叶种 招感果报 于是又致死众生的神势 在三界九地 承受苦乐果报 第六意识和新所法 共同作用 在欲解 色解 无色解 这三界中 不断地引发 生口意的活动 造作善恶无忌之夜 在业力的带动之下 使生命之轮 机械地重复地 不停地转动 众生从无始以来 于无数的生命之中 在不同的时空里 曾做过数不清的业 而重复地反应和行为 便成为一股 不可抗拒的惯性力 时刻影响着众生的意识 当意见相同 或者类似的时候 意识和相关的新所 便即时生起 惯性的反应 引发各种烦恼 令众生做出某些行为 经历三苦 增长三苦 在一般情况下 由于业力的惯性强大 一知众生 虽想主动地改变反应 也无能为力 只能随夜漂流了 以第六意识相应的 根本烦恼 有贪称痴 疑慢 不正见 我们这里不做详细的解释 就是只简单讲一下 其中的两个根本烦恼 一个是痴心所 还有一个是不正见的心所 痴心所就是无名 对真理和真相等迷惑于暗 能生疑惑 引发不正见 那么不正见的心所 也称为恶见 邪见 即对各种真理 产生颠倒的见解 使心所法 以染污的会心所为主体 不正见的心所 主要是分别法治和分别我治 以及由分别法治和分别我治 隐身其他的各种不正见 我们修行有两大障碍 一个是烦恼障 一个是所知障 贪生吃烦恼的业 是要除去的 但还有很难除的是自见障 就是所知障 知见的力量也是很难除的 邪见、不正见这种执着 对事物错误的协会 引发的不正见 这种无始结以来 熏悉的不正见也是非常难除 这个撒迦也见 编制见、见取见、借进取见 这些不正见都是不好消除的 无始结来我们强大的知见 欣喜得太久了 很难转变 特别是读书人 学佛最大的障碍就是所知障 这个所知障导致我们自以为是 如果过去是五百师都是学外道的 外道之间很重 那么今生叫你转过来信佛 学佛就很困难 跟你讲佛法就很难听得相应 听着听着总是转来转去 又回到老的外道的之间上去了 不容易转变 外道的之间坚固难化 大家要记住 我们首先要破除的是 新所法里的六大根本烦恼 特别是不正见 特别是不正见 这个撒迦也见 还有呢 就是佛陀宣讲的界定会 三方面的正见 解脱道和全教菩萨的正见 是相对的真理 也是不能够执着的 修学佛法的行者呢 往往会把佛陀宣讲的 这方面的正见 制作为绝对的真理 产生强大的所执掌 障碍自己智慧的提升 这个也是我们佛教徒 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ą部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